大家好,欢迎收看青龙说第48期节目 我们这期要和大家聊一聊跟维生素D有关系的一些话题 那么我们上一期节目给大家讲了 我们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才需要补钙 那么我们这期给大家讲一讲 这个维生素D在我们人体内到底是如何产生 以及是如何作用的 如何促进咱们钙离子的吸收的 那么这一整个过程大家了解了之后 相信大家对维生素D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 将来什么时候需要补维生素D 自己会有一个比较明确的答案 那么我们平常嘴中常说的维生素D 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我们嘴里常说的维生素D 实际上应该叫做维生素D3 咱们平常吃的许多食物 补剂 甚至是一些药品里面 所指的维生素D全部都指的是维生素D3啊 比如说咱们平常 经常吃的钙片 那么钙片最常见的就是维生素D3加上碳酸钙啊 当然咱们如果平常经常晒太阳的话 我们的皮肤也会产生维生素D3啊 因此呢食物补剂药品 还有咱们的皮肤 都可以给咱们的人体带来维生素D3啊 那么这个维生素D3到底是 具体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它的英文叫做 咱们中文翻译过来呢 叫做胆 钙化醇 大家不用记住这么复杂的名字啊 大家只用记住 在我们的皮肤产生的维生素D呢 就是这种维生素D3啊 那么咱们皮肤或者是吃进去的食物 产生的维生素D3 下一步会来到咱们的肝脏啊 Liver来到咱们的肝脏 来到咱们的肝脏之后呢 我们的肝脏会对这个D3做一步处理啊 会把这个维生素D3 转化成为另外一种化合物啊 叫做25腔肌维生素D3啊 那么感兴趣的朋友们呢 可以去百度一下 这个咱们肝脏处理后的 这个化合物叫做25腔肌胆钙化成啊 英文呢叫做25-hydroxycalciferol 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 那么这个25腔肌第三产生之后呢 在我们的血液里 我们的肝脏会对它会有一个检测 它的浓度呢 基本上是恒定的 那么如果D3一时多了怎么办 咱们的肝脏呢 就会把多余的D3给它储存起来 所以呢 我们的肝脏在这儿有两个作用啊 它一个呢 是可以将这个D3 转化成为25腔肌第三啊 还有一个功能呢 就是可以把多余的维生素D3 存起来啊 存在肝脏里面 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 咱们的动物的肝脏啊 动物的肝脏 还有呢 咱们平常经常吃的一些补剂 比如说鱼肝油 那么这种动物的肝脏 或者是鱼肝油呢 是很好的维生素D的来源啊 原因呢 就是肝脏可以存储多余的维生素D3啊 因此呢 咱们大家也不需要过于的担心啊 如果我的D3吃多了怎么办 我的补剂吃多了怎么办 没关系 会存在咱们的肝脏里面啊 下一步呢 咱们的肝脏 会把产生的25腔肌第三 再送到咱们的肾脏啊 在咱们的肾脏呢 会把它再转化成为另外一个化合物 叫做1-25-2腔肌第三啊 这个名称呢 很复杂 大家不用记住 但是呢 要明白一点就是 在咱们肾脏产生的这个 1-25-2腔肌第三 这是最终的 对咱们身体吸收钙离子 有帮助的这种维生素D的形式啊 那么这种形式的维生素D呢 比咱们皮肤刚刚产生的维生素D3啊 它的效果要强1000倍啊 所以大家现在能明白了 为什么 咱们肾脏最后产生的这种 维生素D的产物那么的重要啊 因为光是维生素D3的话 对咱们的钙离子的吸收呢 效果没那么强 很弱很弱 那么下一步呢 这个维生素D终于就来到咱们的小肠啊 在咱们的小肠的表皮细胞呢 咱们的维生素D会在咱们的小肠的表皮细胞 促进一种蛋白质的合成啊 那么这种蛋白质的名字呢 叫做Cowbinding 中文翻译过来呢 叫做钙结合蛋白 那么在小肠表皮细胞 有了这样的一个蛋白质之后呢 我们的小肠终于就有能力 去吸收钙离子了啊 大家在这儿一定要记住 这个Cowbinding的作用 那么咱们的小肠 吸收钙离子 是不是说有了这个Cowbinding之后 就可以无限制的吸收钙离子的呢 并不是啊 咱们人体每天最多能够吸收的钙离子 大概是350毫克啊 每天 所以呢 大家不用特别担心说 哎我要是吃多了奶制品啊 吃多了鸡蛋 吃多了肉 我这个身体里的钙会不会多的超标呢 大家不用特别担心啊 那么超过这个量的钙呢 我们人体一般会通过尿液啊 通过粪便呢 会把它排出去啊 会把它排出去 那么大家在这儿要记住的一点呢 是咱们的Cowbinding 钙结合蛋白 那么它一旦形成了之后呢 可以持续作用好几周 那么即使呢 我们的维生素D 在它形成了之后 没有了 咱们并没有去晒太阳 咱们并没有去通过食物 去补充维生素D 也没关系 它在未来的好几周中啊 都一直会存在在咱们的 肠道的表皮细胞上 所以呢 这个Cowbinding 是一个持久性的啊 是一个持久性的一种产物 可以帮我们呢 在好几周的这个时间之内呢 能够持续的吸收钙离子啊 有些小朋友呢 到了冬天就躲在屋子里 不去晒太阳 那么它的Cowbinding呢 在冬天的那几个月里面 就会慢慢的减少 因为呢 没有维生素D给它补充 那么等到到了春天 可能就会发现缺钙了啊 那么 最近我的老婆去产检 她呢 现在怀孕了大概是第四个月了啊 那么医生也给她开了 维生素D3加钙 这样的一个组合的一个药片啊 那么 在我理解呢 也是医生会担心 这个孕妇如果三个月四个月 不去晒太阳 体内的维生素D 可能就会不够啊 这样呢 将来会影响钙离子的吸收啊 因为怀孕的过程中呢 不管是胎儿还是孕妇 都是需要许多的钙的啊 好了 咱们的小肠 终于把钙离子吸收进来了 那么 钙就会进入到咱们的血液啊 进入到咱们的血浆 那么 在我们的血液里 钙离子的浓度 咱们上一期节目也讲了 钙离子的浓度呢 一般会被咱们的身体保持在 9.4毫克 每100毫升 这么上下的一个小区间里面啊 那么如果钙离子的浓度 高于9.4之后呢 我们的旁甲胀线分泌的PTH啊 就会减少 减少了之后 在这个地方 大家有没有注意 我们的PTH呢 会在肾脏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 它呢 在肾脏 对最后的这个 1.25 二腔肌第3 有一个激活的作用啊 激活的作用 如果没有PTH的存在呢 咱们肾脏产生的这个化合物 是不起作用的 所以大家在这儿可以看到啊 PTH有两个作用 一个呢 是激活肾脏产生的这个维生素D的一个产物 第二个作用呢 就是调节咱们钙离子浓度的恒定啊 如果钙多了呢 PTH就会减少 如果 钙少了呢 咱们的PTH 就会增多啊 刚才呢 咱们在这儿说了 这个Kelbinding 也就是 钙结合蛋白 它的作用呢 可以维持 数周啊 那么现在大家就可以理解了 我们的维生素D 用不用天天补呢 不需要啊 因为 维生素D的作用 就是产生这个Kelbinding 那一旦我们产生了Kelbinding 可以维持数周 那我们就不需要天天吃维生素D了 那么 我们到底是在什么情况下 才需要补地呢 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有没有做到下面三点啊 那么第一点就是 有没有晒太阳 平时有没有晒太阳 晒太阳呢 大家看看自己 这个时间啊 时间 也就是每周三次 每次呢 二十分钟 裸露的皮肤呢 要尽量的多啊 这是第一点 大家晒太阳 频率 次数 时间 有没有达标 第二点 就是 咱们平常 有没有吃 寒地的食物啊 就是刚才咱们说的 肝脏 动物的肝脏 大家多久吃一次啊 大概呢 我个人觉得 一到两周 咱们吃一次动物肝脏 其实就可以了啊 第三点 如果这两点都没做到 第三点 平常有没有吃 鱼肝油呢 其实跟第二点 是差不多的意思啊 那么如果这上面三点 大家都没有做到的话 那么 你很有可能 就需要补地了啊 那么根据咱们前面 说的这套原理呢 从皮肤 到肝脏 到肾脏 到小肠 最后呢 还有咱们的 旁甲状腺 那么大家还需要 注意的一点就是 咱们刚才说的 这几个部位啊 大家 有没有疾病啊 这一点呢 我在上一期 第47期 讲钙的时候 我也提到了啊 那么 不论是皮肤也好 肝脏也好 肾脏也好 咱们的旁甲状腺 还有我们的小肠 咱们上一期说的是 腹瀉 或者是脂肪瀉 这些情况 如果这些器官 大家出现了 慢性的疾病 那么你也需要考虑一下 维生素D不足的情况啊 因为这种呢 是器官的病变导致的 那么将来处理起来 会更加复杂一些 所以在这儿呢 我希望大家 把咱们的 48集 还有 47集啊 一起看啊 这样呢 大家对维生素D 对钙 会有一个 完整的认识啊 好了 咱们今天节目呢 就说到这儿 希望大家 在节目的最后 给我点赞 收藏 关注咱们的频道啊 如果有不清楚的地方呢 也可以随时给我留言 我会尽快地回复大家 好了 我们下期再见